私德之必要 今日乘酌俊發有骨梗 有血性之事 其所罪目眩而心罪者非破壞主義也 而今之走於極端者 一若為建設為虛道德 而破壞者無虛道德 彼人切以為物矣 古今建設之偉業 故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 古今破壞之偉人 亦米不饒有建設之精神 實則破壞與建設相宜而不可離 不為於破壞後當有建設 及破壞前亦當有建設 策立之言 一正本 二盛讀 三謹曉 私德者人人之良 而不可敘以理者也 今日 乘酌俊發有骨梗 有血性之事 其所罪目眩而心罪者 非破壞主義也 而今之走於極端者 一若為建設為虛道德 而破壞者無虛道德 彼人切以為物矣 古今建設之偉業 故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 古今破壞之偉人 亦彌補有建設之精神 實則破壞於建設相矣而不可離 而其所需之能力 惡者亦正相等 苟有所缺 則米特建設不可得其 即破壞亦不可得望也 故無以為不為於破壞後當有建設 即破壞前亦當有建設 私德就像是每個人必須的糧食 不可以片刻失去 今天濁然奮發 有骨氣有勇氣的人 所罪心神沉醉的 不是破壞主義嗎 今天的極端人士 認為只有建設才需要道德 而破壞則不需要道德 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古今建設大業 沒有不含有破壞性質的 古今行破壞之事的偉人 無不富含建設的精神 實際上破壞與建設 是互為已是不可分離的 二者所需要的能力也是相等的 如果有所缺乏 不但建設難以期待 就是破壞之後也沒有希望了 所以我認為 不只在破壞後應該建設 就是在破壞前也應該有建設 無仇襲以為中國之舊道德 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 在西之學說所能唯利也 何也 道德者行也 而非言也 苟欲言道德也 則其本源出於良心之自由 無古無經 無中無外 無不同一 是無有新舊之可云也 我以前以為中國的舊道德 恐怕不足以規範現代人的心 所以渴望發明一種新道德作為補助 現在想來 這實在是一個過於理想的言論 這絕對不是今天就能夠實現的 談到把群體治理的好 必定要人民能夠具備道德 才智與能力 要能達成人民具備才智與能力 是非常容易的 唯有要達到人民具備道德 是最困難的 今天想用一種新道德 改造國民 必定不是只用西方的學說 就能夠做到的 為什麼呢 道德是一種行為 是要落實在行為上的 而不是用嘴巴上說的 如果要談道德 那麼道德的本源是出於一個人的良心的自由 古今中外都是這樣 所以不存在什麼新道德舊道德的說法 無故之言德育者 終不可不求太息新道德以相補助 雖然此必四租國民教育大興之後 而斷非一朝一夕所能獲 曠今者無所挾持以為過度 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突脫空言 而時行之日終不可期 是新道德之輸入 因此遂絕望也 然則今日所事已維持無社會 於一線者何在乎 一曰無祖宗遺傳故有之 就道德而已 我固然知道 講道德教育不能不借鑑西方新道德作為輔助 但即使是這樣也必定要等到國民教育大為興盛以後 而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成的 況且今天也沒有什麼可以作為清皇不接局面的過渡 那麼所謂國民教育 也不過是一句空話 究竟哪天能夠實行 終究是一個未知數 這個新道德的輸入 因此就沒有希望了 那麼今天我們是靠什麼來維繫社會呢 我的答案仍然是靠我們祖先留下來的舊道德 卻藏觀進京新學界中 其宜然提解德語論者為史無人 然孝逐步讀者無他焉 彼所謂德語 蓋始終不離乎治愈之範圍也 泰西之名 其治與德之進步為正比例 泰東之名 其治與德之進步為反比例 今日中國之現象 其月運楚潤之幾季動以 若是乎 則治愈將為德愈之度 而民德愈而時治愈者 亦且為德愈之藏也 以治愈度德愈 而天下將並治愈 以治愈的德愈藏德愈 而天下將並並德愈 此您細故也 有治就事者 於德愈之介說不可不深藏思矣 我曾經觀察過近幾年的新學界 其中不是沒有熱心提倡道德教育的人 但總是不見成效 沒有別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所謂的道德教育 始終不脫離財智教育的範圍 西方人的財智與道德的進步是成正比例的 我們中國人則呈現反比例 今天的中國為難險惡風雨欲來 這樣下去 財智教育將會防害道德教育 名為道德教育而實為財智教育 更會造成道德教育的障礙 以財智教育去防害道德教育 會使社會上的人對道德教育產生不滿 這難道是小事嗎 有志救國的人對於德慾的定義 不可不慎重考慮 無以為學者無求道之心則亦以二 苟其有之則成無取乎多言 但使則古人一二語以足以增編我 而賈福我則則終生由之不能盡 而安生立命之大元再事已 無際欲以言則自孝於國民 則以無怨學焉而畏智者 與同志一傷卻之可忽 我認為如果學者沒有求到的心也就罷了 如果有 那麼實在也不用學習太多的理論 只要責取古人對我們足以改正錯誤 有輔助作用的一兩句禁語 就終生受益不盡 同時也得到安生立命的根本之道了 我既然決定透過言論宣傳 責求自己為國民效力 那麼我就以自己還沒有達到的學問 講述出來與有志一同的朋友 討論一番可以嗎 一曰正本 無常宋子 王子之拔本 色緣論矣 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會 而公立之習越趨越下 公立主義 在今且未成大國 昌之為異學說 學者非為不修稱 人則以為名高矣 如曰無須如王子 所謂拔本色緣者 而亦可以為英雄也 則不成無物 無未見有能成就者也 如曰無知本源本以純美 而無所用其拔與色之功也 則君雖獲能知 而非所可妄於我輩 襲染深重根際淺薄之人 福安德不於此 今今也 曠無之所謂舊道德者 又非徒術生寡過 尋規道舉之云也 以術生寡過 尋規道舉為道德之極則 此又無子王子所謂 斷黃絕崗 行焉而不能智則也 一是正本 我曾經誦讀王陽明的 靶本色緣論 他說 聖人之學一天比一天遙遠 而功利的積息越來越深重 功利主義 在今天已經未然成風 發展成為一個學說 學者鼓吹他 而不感到難為情 甚且還以為聲譽崇高 如果說無需像王陽明所說的 靶本色緣的 也可以成為英雄 我沒有見過這樣的人 如果說自己的本緣已經存美 而用不到靶本色緣的功夫 那麼你雖然或許能做到 但不是我們這些襲染深重 秉賦淺薄的人可期望像你一樣 我們怎麼能不小心謹慎去做呢 況且我所謂的舊道德 又不是僅止速身寡過 尋規道局的說法 認為速身寡過尋規道局 是道德的最高法則 這又是王陽明所說的 方法錯了 去實行也不能達成目標 二約聖讀 八本色緣論者 學道之第一招也 苟無此字 苟無此有 則是自暴自棄 其他更無可復原以 然智濟力 勇濟骨 而無所授於數千年來 社會之薰染 與福無未至道 以前所製造之結習 由盤浮於無腦適中 而時時切發 非遲以簡易之法 以節制之涵養之 不能保其無中便也 若是者其為聖讀乎 聖讀之不能保其無中便也 若是者其為聖讀乎 聖讀之意 無才智術法授大學中庸 誰不遇文 故受用者萬不得一 故由智之未立 亦所以講求者未盈也 吳幼文諸子王子曰 聖讀即是智良知 然則王子良知之教 亦聖讀盡之矣 故以良知為本體 以聖讀為智智之功 二是聖讀 靶本色原論是學道的第一步 如果沒有這個心智 沒有這個勇氣 就是自暴自棄 其他的更不用再說了 然而心智已經確立 勇氣已經古大 但我們所受到 數七年來社會對我們的熏染 以及我們沒有立志學到以前 自己所造成的畸襲 還盤踞潛伏在我們的腦海中 時時有發作的可能 除非我們採用一個簡易的方法 來節制他 涵養他 不然不能保證他 不會中途生變 這個方法 難道不是聖讀嗎 聖讀的說法 我們年少時讀大學中庸 誰不知道 然而受用的人萬不得一 這固然是我們的心智沒有確立所造成的 但與論述者沒有闡釋透徹也有關係 我又從王陽明那裡聽到 對這一個說法的闡釋 聖讀就是治良知 那麼王陽明關於治良知的教誨 就是以聖讀作為達成的方法 所以我們要以良知為本體 以聖讀為治良知的方法 三約謹曉大德不於賢 小德可出入 此故先勝之遺訓哉 雖然以我輩之根氣本薄弱 而自治力常不足以自衛也 故藏水所熏席以為千流 小德出入技多 而大德之餘賢 遂將技之矣 今無輩以不經細信自述者 其用心果何居乎 細信之所以屢屢失檢 必其習氣之甚深則也 必其自治之脆薄而無力則也 其自述之疑念 其不赤曰 無聲不能居人猶毅 勢必康德所謂良心之自由 而放棄之也 三是謹曉 大德不於賢 小德可出入 這固然是先勝的疑訓 然而因為我們的禀父本來就薄弱 自治力往往不足以自衛 因此容易隨著所熏染的習慣 而隨波逐流 小潔方面出入多了 在大的潔操上 愉悅法度就會跟著發生 今天我們不注重小潔 而總是找藉口寬恕自己 是處於哪種居心呢 小潔的表現之所以常常施減 必然是因為虛染的習氣非常深 必然是因為自治力薄弱 無力所造成 就等於說我做不到人意 這是連康德主張的良心自由也一起放棄了 梁啟超提出的警戒之言正本 即在於用王陽明所說的 從心髓入圍處去把本色源 去除不正當的功利之心 不要假借各種名號去滿足私語 聖讀是透過聖讀作為節制涵養醒察 克制我們腦勢中盤踞前伏的不良積息 以治良知 謹曉是在小潔與細信上 也要謹慎嚴格要求自己的行為何於道德 新民說論功德論私德 歸結來說 梁啟超新民說的思想主要環繞著力群的觀念 他的目的是希望藉著新民思想 使國民革新成為新民 建立富強進步的新中國 群體是由個人所組成的 群體文明的高下由該群的個人道德水準所決定 所以一個國家 其成員不僅要有私德 也要有相散其群的功德 換言之不僅是要能獨善其身 更要能相散其群 私德是功德的基礎 兩者之間是一種推的關係 功德是私德的推展 一個人私德再好 但是沒有推展出去 那個私德之好還是止於己身 對所存在的周遭 社會是不能夠產生效應的 所以那個推的功夫是非常重要的 個人功夫的道德要推及群體相散其群 要在群體中做好 群體好了也就能夠立己 所以講到論私德論功德 我們可以想想 從我們生活實際的層面去思考 從自我 他人與周遭的環境 有哪些是不合 道德倫理的勢力或狀況 我們要如何去改變 我們都不是住在荒島之中 我們會與其他人交涉往來 我們會形成一個公共場域 我們在公共場域的行為 當如何呢 我們這裡所說的公共場域 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公共領域 這個公共領域包括兩個部分 其一是公眾使用的空間 其次 個人行為對私人關係圈外所造成影響的範圍 在這個基礎定義之上 我們課程更強調此意公共領域 是由人的行動與實踐所開創的共同世界 換言之 除了消極性不作為性的公民行為 不破壞公共利益與在公共場域遵守規範的 有所守之外 還要積極性參與性的有所為 比如說我們當前的社會 是一個公共領域極度擴大的社會 所以辨別公私領域是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說當個人的行為 可能對於私領域之外的人產生明顯的影響的時候 這個行為就處於公共的領域 就會成為公德的問題 比如說有人如果在夜晚11點12點 在自己的住宅中釘釘子掛東西 如果這個人住的是獨棟房子 前後左右沒有其他的住家 就不會產生干擾他人的狀況 但是如果這個人是住在公寓 或者是住在集合式的大樓 就會吵到其他的住戶 就會有妨害公德的問題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範圍之內 常常可以看到公共意識的薄弱與低落 這樣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說在捷運上 那有人使用手機的音量很大聲 這是不是干擾到了其他人 等公車捷運的時候不排隊而插隊 或者是在自助餐廳用完餐以後 背盤不放回餐具的回收處 而留置在原來的桌上 是不是這樣的狀況就會讓其他用餐者 少了一個乾淨用餐的空間呢 這些例子我們都可以說 是撕得不好 而妨害到了公共領域當中的其他的人 也造成了妨害公德的問題 透過課程我們可以想想看 如何讓知識產生動能 道德必須落實去行 並且還要能夠堅持道德的勇氣 所以說前面我們提過 我們當前是一個公共領域 極度擴大的社會 所以辨別公司場合調整自我行為的意願與能力 就格外的重要 在公共場合行為應當自我約束 儘量遵守規章 避免妨害他人或公共利益 是我們要時刻提醒自己的 並且也能夠有道德勇氣去提醒 或者是規勸他人 所以說今天總會有所謂的 是否遵守規則 是不明擁有的 我充滿地勢 是否遵守規竅 可以提醒自己的 不明擁有的 太陽 是不明擁有的 只要不明擁有的 寡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